高雄市也為李小姐投訴 她砸了將近150萬元 買了一台全新的進口名車 沒想到交車當天 她跟家人開車去吃飯 中途就兩度熄火 進場維修之後 現在變成只要時速低於30公里 車輛就會有頓挫感 一個月之內讓她兇了三次 實在很火大 買了新車 開開心心的上路 沒想要突然熄火 讓李小姐和家人真的大殺眼 車子熄火還不止一次 都快開到家了 結果竟然又熄火 李小姐砸了將近150萬 買這輛全新的進口名車 4月3號交車 當天和家人開車去吃飯 沒想到中途熄火 後來進場維修了兩次 但現在卻變成 只要開二三十公里變速 就會有頓挫感 一直會抖 一直抖 一直抖 然後有時候好像車子又很像吃不到油 一直好像快要熄火了 但是有時候偶爾她又熄火了 怎麼知道花那麼多錢 又受氣 李小姐越講越氣 她痛逼一個多月來 為了處理這輛新車的問題 不斷的與業務員聯絡 但後來對方不接電話 態度相當離譜 這很煩啊 買一台新車 這又不是國產車 是進口車耶 對不對 怎麼可能會 我也不知道它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目前車子就是在我們的保養廠裡面 做檢查當中 其實我們監控商的同仁那邊也是 目前也就是很認真 在幫他協助他找出問題在哪 車上強調會積極釐清車子的問題 但花百萬買新車 卻狀況不斷 也難怪李小姐會火大 記者蔡霜旗王月方高雄報導